北京时间2月18日 2019年国际拼联挑战赛葡萄牙赛落下帷幕 中国选手在女单比赛中发挥不佳 两位闯入半决赛的选手分别输给了日本球员 最终无缘决赛 而男单和两个双大项目冠军则被中国队收入难中 葡萄牙挑战赛在国际拼联2019年的比赛赛事中水平并不高 其并不能和世平赛拼联巡徽赛总决赛这样的大赛相比 同样连巡徽赛白金战甚至常规战的水皮都不如 从参赛选手上来看 当今世界顶尖的张本志和和伊藤美成都没有参赛 而国拼领先参加比赛的只有刘诗文林高远及其他一众小将 甚至有点实力的中国小将都在竞争地表12强的参赛席位 可见这样的比赛国拼重视程度一般 但即便这种相对不被看重 同时有刘诗文林高远作真的比赛 还是出现了问题 女单比赛中半决赛的两场中日对决 中国都输掉了比赛 其中狐狸梅在12比10先胜一局的情况下没有手术优势 她以4比11 9比11 6比11 6比11连丢四局 以1比4不敌日本的草田希娜 李嘉元同样是先胜一局惨遭对手翻盘 她以1比4赴于日本的桥本番乃香 五局比分是11比7 2比11 6比11 8比11 3比11 加上此前刘诗文输给草田希娜五元八强 本次中国参加正赛的10名女单拳手 没有战志决赛就已经全军覆没 决赛中草田希娜4比3险胜对手桥本 最终捧得冠军 狼是养出来的 郭拼自身的皮软给了草田和桥本 成为了下一个一腾美城的可能 至少在信心上 本次比赛对于上述二人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男单方面 林高远4比2胜老萨 梁静坤4比3险胜刘叶博 两人会失决赛 林高远在大赛中的心理尚需调整 此前在拼连总决赛中被掌本横扫 随后的拼超连赛中又表现一般 本次决赛对阵梁静坤 高远没能抵挡住对手的强势进攻 他在11比6闲下一城的情况下 10比12 12比14 7比11 6比11连丢四局 最终无缘冠军 而梁静坤则展现出了自己在关键时刻 对于机会的把握能力 三个月前 他刚拿到世界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的冠军 这一次又在葡萄牙公开赛上夺冠 此外 男双女双的冠军分别被中国组合 浩威 徐英斌 范思琪 杨晶晶获得